33D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我觉得是Andragram目前来说 最好的一个户型 没有之一 因为它这个 进来看一下 首先我先带你看一下客厅 这个倒台 你这个倒台你都可以 这个坐大概十几个人 然后厨房也很大 然后冰箱是双拉门的 客厅它非常的大 就大到离谱 还有一个阳台在这里 然后那边是朝南的 整个一个 曼岛的一个view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阳台也非常非常chill 然后空间也很足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空间 能看到整个朝东 朝南 运动大厦有一点点挡 不过这边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小次我 这是一个次我 但是这个次我我觉得不能用小来形容 因为它放了一个queen size的窗 你能感觉它这个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能看到这边的阳台 然后这个窗户它虽然不是落地窗 但是又给你一种非常cozy的感觉 因为这个窗户 它这种sitle down的那种感觉 这个户型全部是 这四个房间全部是朝南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 第一个小主卧 小主卧 但这个小主卧也不小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洗手间 然后我们这个房间需要重点一提的是 这个房间空间也很足 同时它这个窗户你发现没有 这边是一个corner view 它比之前那个窗户要多一面窗 而且它这个窗户比较宽 所以说你看 它整个一个朝南的这个 朝南的这个view 加上整个东边的这个合景 其实everything就是included 然后这个主卧一定要介绍一下 首先它的这个closet非常大 除了这个closet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closet 然后这个closet非常非常大 这closet你看它里面 这边有收纳的东西 这边挂衣服 那边还有一个收纳的东西 所以这个衣柜非常非常大 然后most surprisingly它的洗手间 它是双洗手台 所以这个就算是couple住 两个人住过这里就ok了 两个洗手台 然后这边的这个浴室里面 还有这个窗户 它非常细节的是 它这个地方是垫高了一下 所以它不会水不会流出来 对 然后还有一个排气扇也在这里 然后最关键的是它这个房间 它这个房间你也可以这么去放 你也可以穿 也可以这么去放 然后这边当一个小客厅 然后这个空间非常的足 然后它关键是它还有一个阳台 所以这个户型它最不一样的 就是说3B 它有两个阳台 然后它阳台和客厅的阳台差不多 也很漂亮 同时呢 它是在这个楼的最东边 然后这块朝南的view也很漂亮 这边能看到整个曼岛的这个view 还有河景 那边 F bee 这边采光特别好 再放 mata 坏